最近浙江有兩個景區修建扶手梯 為遊客提供無痛爬山 亦能盡覽美景的輕鬆選項 遊景區四分鐘便可以由山腳直通到山頂 便利程度令不少遊客紛紛稱讚 設計方說在景區修建扶手梯的初衷 一方面是為滿足景區運營運輸的要求 而另一方面亦為遊客提供更多登山選項 而開發公司負責人受訪時便說 建造電梯的初衷是解決上山的交通問題 本身想在山上起索道 但索道的運輸能力有限 還有安全的風險 所以最終便選擇了乘載量比較大 亦相對安全的電梯 MuPP 2 2 3 3 4 4 4 19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